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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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了那麼久終於可以吃燒烤了 你想吃豚肉啊豬肉啊燉雞肉啊 是豬肉就是豚肉 什麼 那我平時在香港見過什麼豚肉拉麵 就是豬肉拉麵 是啊 不過叫豚肉拉麵 那名字比較日式 可以騙人的意思 那日本人他們怎樣叫豚肉啊 那現在就順便教大家各類肉類的日文 豬肉就是豚肉 日文是豚肉 豚肉 牛肉就是牛肉 雞肉就是鶏肉 鶏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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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了 那三個都有肉 那肉是否就是肉 師主果然有胃根 洗蜜講 洗蜜講 我昨天去吃拉麵 有成大幫人看著我 應該不會是我太靚吧 一定不是 知不知道日本女生有三筆 一筆就不會只是穿吊帶背心出街 二筆就不會掃眼出街 三筆就不會一個人去吃拉麵或者牛當 因為這些店舖通常都是男者客人出沒的 那女生去就可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嗯 但是這樣日本女生不就很慘了 現在開放了很多了 不過都還有少少這些文化在裡面 你吃拉麵有沒有吃到滑滑聲 這個我知道 日本人吃拉麵也吃到滑滑聲 這樣才是好吃的 但是我看他們的配搭都很奇怪 白飯再加拉麵 澱粉質再加澱粉質 是啊 因為日本的食物通人都很小碟的 哦 我知道了 他當然是覺得我一吃一個不夠飽了 是啊 甚至有些店舖 他會好人道你吃完一碗拉麵 他會免費送一碗白飯給你 哦 原來是這樣 那你快點去吃吧 你這麼瘦 澱粉質加澱粉質一定吃給你 下星期六都是我們繼續教大家日文的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知道 又或者有什麼不明白 那就快點留言給我們啦 記得訂閱你的朋友和你一起去學日文啦 拜拜